有的,就其實大家都很期待就是我跟韓國瑜的會面 那當然過去在高雄從議會那現在到國會 未來要成為同班同學 那當然是可以重逢成為同班同學就是好久不見 那接下來在國會不只是當同學啦 那連那個抽到研究室都是同一棟都在青島二 還會成為鄰居 那我覺得緣分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也覺得接下來既然都要進到同一個班級了 我也希望在這個同班同學大家都可以好好相處 那可以一起把這個班級經營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不分黨派 我對於接下來新的一屆國會所有同事的期待 那我也希望跟同學們都可以一起讓為台灣留下一點什麼 然後做一點什麼 那怎麼遇到韓國瑜最想跟他講的一句話 最想跟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過去都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當同學吧